抛宫产斑痕妊娠手术危险大马 贺同强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妇产科重症监护室 副主任医师 目前来说 前次抛宫产的孕妇呢 再次怀孕的发生剧率很高 在我们医院呢 可能会占到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十 所以说 这类孕妇呢 再次怀孕 再次做手术的时候 比第一次抛宫产孕妇的难度 最主要的在于 可能会发生盆腔的一个粘连 甚至会发生一个 因为前次的一个抛宫产 容易发生一个前置胎盘 或者胎盘植入 所以说 前次抛宫产的再次分娩的时候 如果做手术 可能会遇到这一系列的难题 就是说 容易发生进腹困难 容易发生产后出血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前次抛宫产的危险性呢 最主要的 在运中晚期 如果出现了一个不孤立的腹痛 或者下腹的突然的剧烈疼痛 我们要排除一下 有没有发生子宫的破裂 专家提示 一 前次抛宫产孕妇 再次怀孕做手术难度大 可能会发生盆腔粘连 前置胎盘或胎盘植入 二 手术时容易发生进腹困难 产后出血等一系列问题 三 前置抛宫产危险性最主要的是 在运中晚期 可能会出现不规律腹痛或下腹 突然剧烈疼痛 四 要确定是否发生子宫破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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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